市局黄文正副局长 医事科业却会部长 我们亲爱的大家长 林盛哲院长 我们的陈荣清副院长 以及各位在座的医院 以及在座各位的媒体先进 及长官大家好 欢迎大家来参加113年12月2号 由台南市立安南医院 所举办的大型记者会 随着医学技术的发展 心脏半膜的手术 已不再局限于传统的开心手术 今天要为各位介绍的 经导管主动脉瓣植入术 简称Tadley手术 即可以为主动脉瓣狭窄的患者 带来新型的微创治疗选择 我们今天非常荣幸地 邀请到两位主讲人 第一位是我们的心脏外科 程伟华医疗副院长 以及我们的心导管事 黄成伟主任 来为我们主讲 今天的主题 这两位医师呢 不但具有Tadley原厂 认证独立操作Tadley的资格 安南医院更是少数 可以独立执行Tadley的 区域教学医院 迄今为止 安南医院总共完成了 五位Tadley手术 这五位患者 在完成手术后 三个月内的存活率 高达百分之百 这一切呢 都要归功于市府及院方 让我们在四年前开始 就左手筹建 高达246平的 Hybrid 复合式手术室 更陆续的添购了 1024000电脑断成早描仪 以及4D金石道超音波 还有高阶心脏超音波等 再加上本院的麻醉科 以及心脏内外科团队的 共同努力 才有今天 查理术室良好的成绩 在正式的 邀请我们两位主讲人 开始主讲之前 首先我们先有请 台南市府 赵清晦副市长 为我们支持 赵副市长请 我们亲爱的林院长 还有陈副院长 然后还有我们 刚刚先恭喜我们 也是行政陈副院长 还有我们很多的医疗伙伴 跟我们今天 特别要跟我们专长的房主任 那其实我每次来 年初的时候来的时候 我们大概是有很多 新的这些手术的部分 有一千例的 开心手术的病例 我们有一个计诊会 那今天年底来 大家又有非常大的进步 那也是在林院长的领导之下 跟我们的技术团队 杭分文的医师 还有我们的护理人员 共同创造这一个新的 更令人期待 而且是救人无数 新的手术的一个革命 那刚刚之前也有特别提到 这个是三个月内的 这个手术完之后的百分之百的存活 那也是我们少数在台湾的区医院里面 可以去执行这样子的 先钻技术的这个手术的这个状况 所以在林院长到安南医院来 我看我每次参加他的记者会 都非常非常的期待 而且都有非常多对于我们病患 或者是对于我们医院 很多的这些设备 投入了相当大的资源 包括刚才也有去提到的 我们的这个复合式的手术 他基本上的手术室 就已经高达一元以上 投入的一元之上 可以让很多的手术室的这些设备 非常的精实 非常速度很快的 可以去判别很多的一些数值 来增加我们手术上的安全性 那另外还有我们的这个 这个高阶的这个 所谓的心脏的超音波 也都是跟心脏有关的 那所以安南医院从过去 在台南市设立 那也领了我们两项 这个处餐的这个奖项 都是我们最好的伙伴 那民间处餐的部分 在林院长担任 院长担任我们局长的时候 拿到一座 那他回来当任院长的时候 又拿到一座 所以也是我们台南市 非常好的这个处餐伙伴 那当然安南医院在现在来讲 往北边可以去服务我们很多的 南科的这些高科技的人才 那在这个范围里面呢 我们合并完之后 安南的这个区域 又属于整个台南市的核心位置 所以我想将来安南医院的 这个各式医疗的发展 都可以更加为我们所有的市民朋友 那这一次呢 特别开心可以来参加 这一次的这个记者会 我们在这个主动卖的 伴摩自换的这个手术 那非常的精密 那我想团队呢 也有非常大的贡献 那今天好像也有我们患者 要来跟我们大家做 沟通跟这个沟民 在这个手术的这些过程 我想都是安南医院非常长足的进步 那过去安南医院 可以讲说是我们区域里面发展最迅速的 那我们以前本来是以安南区 我有主要的部分对象 那现在几乎是北台南的部分 都是属于安南医院的服务范畴 那在不管是科技的这个导入跟进步 我想安南医院对我们台南市政府来讲 一定会有更深的意义 那对于我们整个台南市 对市民的这个医疗服务 一定会做出更大的贡献 那在此先恭喜我们越发 那也非常期待我们可以携手合作 再让我们台南很多 在医疗设备上面更精准 而且是更丰富 然后也更能够加倍我们 很多市民朋友的医疗服务 那这感谢我们林盛哲林院长 谢谢 谢谢赵副市长安南医海的支持 接着我们有请安南医院的大教掌 林盛哲院长为我们致辞 院长请 谢谢 谢谢我们赵副市长 没有你心累 来这边一定是好消息 我们叶副长 还有我们几位 刚刚早就介绍我们的主任 我们是马德哥主任初想 我想今天还有我们的主任 那今天的高兴就是 安南医院已经快12 我们是102年的2月2号 安比2月2号整个章 那记得前阵子才10年 满10年的时候 那连代总统 那连代总统 那连代市长 也有来 那这是我们安南医院 很大的国策 我经常说 你可能招到代总统的众 应该有没有招到年首奖金 那今天最主要是因为 因为我们当时在城里安南医院说 对于市府的承诺是一个地区医院 就是说区医院南区 总统 都要去教学医院 但是我想我们不管是赖同同当局 建造这家医院 那中央医院大学提起来迎建 还有经营这家医院 我们的期待不止这样子 我们希望有一天 有一个梦 可以往医学重新走 但是这条路是非常艰辛的 那怎么艰辛呢 所以我们需要有一些科 要先突破 我们当时说一群人 只要走得比较快 一个人走 一个人走比较快 一个人走比较远 但是最重要还有一个因素 就是说 要有新災疾 才认识床队 所以今天高兴我们内外科 麻醉科 开刀坊 还有很多行政团 为了协助 那这个经导管 普通卖助患 我们指路可以顺利在安南院 这个整个过程 其实我们跟陈伟老师 非常努力了非常久 他要开刀一定数目以上 而且存活力多少才可以做 那这次也感谢就是说 我们内药科团队跟麻生合作 来做这件事情 那这以前 平安讲 我们当外科医师 我不好意思你台大训练 我问老师 我问老师 遇事人 不用大疑心 大疑心 大疑心一定要开大道 要开场 魂部 才是大疑心 那现在后来呢 就是我们的内疾病 最小 现在发现 可以从这个 比较远端 这个开心脏 所以内外科先不回答 有些内科医师做的事情 外科医师也开始做 外科医师 但我们也不一样 我们内外科医师 跟麻醉科医师 那刚才这个 心脏的这个 刺激 这个 这是被开刀当中非常重要 他们从食道进去观察 心跳的事情 所以我们 对师傅承诺 除了说 从事成本 其实都比较高 有关系 应该应该应该 这个 那一步来到上次 里面到日切 或是 看到一千里 或是我们的 Hive Real-Up 甚至我们大核心 真的在地区中心 才有东西 能够做 所以今天非常高兴 就是说 让台南地区 尤其岸南区区的 市民 可以减少 很多交通的时间 跟等货的时间 我们不好意思 说的 可能 白天早上三个星期 甚至不过 但是在岸南医院 可能三到五天前 就做完 那如果 四方的Case 在我们这边开到 是非常重要 那今天也很高兴 我最近 我当时最后跟我讲 我建商 我看 他广告词 他广告词 不是写什么 他是写 臨近岸南区 我总的 我总的 平平的 我也是文件的车程 他也是写 所以岸南区 本来 十八万人口 超过二十万 岸南区应该少少 有点高党 我们 最近 比较聚 他很早 创业就进去 现在都赚了 很多 所以 我们在岸南区 我想 岸南医院 是在岸南区 让所有的 岸南区的居民 可以 我想 很多都是因为 在别的医院 暂时 没有办法排到检查 迅速来 岸南医院 做完以后 不管是留在岸南医院 做资料 或到的 原来的医院 做资料 我想 很多医院做这个服务 这也可以落实 在总统 在所谓的健康 健康 他认为 癌症死亡率 好像最高 其实我们跟他盘也做 如果跟心脏相关的 包括 包括糖尿病高血压 心肌症散 腦中风 如果加起来 死亡率 还可以 所以 对于 心脏内外科 的一些治疗 包括 高血压 包括 我们的脑脑 脑脑的疾病等等 我们岸南医院 择护庞贷 一定往医生中 最多 今天非常高兴 就是我们的 长辈也一起来 我想 这是一个见证 我刚才跟 我们副院长讲过 在 七八年前 岸南医院 刚开始的时候 我们没有这个设备 我一个好朋友 爸爸卧床了 三四年 心脏衰竭 九十岁 各位 后来 也是因为 在某医学中心 他有这个设备 你坐他去 过一个礼拜 他想走路 到了七年后 才受这种症状 所以我们副院长说 他一个九十岁 我说 你劝不了 我去劝他 我来处理劝他 因为这个 让长辈 可以 所谓的健康 余命 而不是不健康的余命 这是非常重要 这也减少很多家庭 照顾者 或子女的一些負担 我想 今天我们的塔利 经老板 主动卖的置换 其实未来不只做这些 能够让所有的事情知道说 这个其实是 很像我们在做新老板一样的 方式而已 那 他的成效是非常好的 那这个今天的更特别 要等下来讲 叫伴中伴 就算他以前开过道 他是人工伴的 我们大部分是原来的伴母 直接放出去 这技术比较简单 这边有开过桌 这个三年比较厉害 然后有些长发的 你在原来的人工办法 再放这个东西 技术上又是更高一级 所以等一下我们 我副院长跟同学会 一起讲 我们希望 就是说 让大家知道 在安安医院 也可以 从事 类似医学中间 一样随着的手术 那我本身 今年是特殊未踩的 这个全国的委员 当时在这个事件 他知道智慧以前 要150万 现在是电保支付 所以我们也把中央和下 那我们曾经想把年龄成降到80岁 但是因为一个人100多万 其实对整个财务影响比较大 所以目前是84岁 如果常规手术 变成很肯定了以后 加上我们健保的预算 能够把公益算的整个清单移出来以后 我们在健康城市的委会去盘点 应该会多了700多余的经费 我想 这些特殊的检查 或特殊的治疗 一定会继续年龄可往下降 才能把平均的这个余命 从不健康八年 减少 我们希望能够减少到一年 或者是半年 这样我想对整个社会 对家庭压力的可复 今天感谢大家的来源 谢谢大家 谢谢 谢谢林院长的支持 接下来 我们要正式的邀请 我们的陈伟